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了哟 来来来来各位 4月3号早上的7点58分 那时候我们才刚刚下节目 台湾的花莲县的近海 发生瑞士规模7点2的强症 那在这个礼拜二早上 我记得早安台湾的节目 我们特别为您访问到 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郭凯文 那也跟大家聊一聊地震的测报的难度 还有就是没有收到地震预警的这些分析 那在这一次的不幸的灾难里面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华电信 在天翔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在花莲县的秀林乡 第一次启动了所谓的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这个通讯网路来来帮助救灾 那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很好奇 低轨卫星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在台湾可以使用了吗 为什么要使用低轨卫星啊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 3C部落客林小旭 小旭哥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同时我们也关心一下 低轨卫星对你我的未来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小旭哥早安 志平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首先我来请教一下小旭哥开宗名义了 什么叫做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 在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考一下志平 地球的卫星有几颗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不是 是正常的天文物理 我都不敢回答 这不是只有一颗吗 对啊 就一颗啊 为什么要紧张 这我们每个中秋节都会遇到的那一颗 对 那确实 我们地球卫星呢 就一颗 但你知道吗 人造的卫星有几颗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就难了 我要算完可能已经 节目已经啊 这个结束 也不用那么夸张啦 有几颗难欸 真的有点难度 因为我相信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准确的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在近几年发生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我这么说 在目前地球外围的这些人造卫星呢 它依据分布的高度 有分成高轨的卫星 跟中轨 也就是高轨道跟中轨道 另外还有一个低轨道的卫星 总共有三种 那这三种卫星呢 在就是分依据不同的高度 从当年射出去的第一颗卫星一直到 我们知道统计到2011年的时候 当时大概有一千多颗 一千多颗 你就觉得哇很多欸 那时间到了2018年 就短短大概七年 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它增加到两千颗 我好倍增欸 感觉好多哦 但是我跟你讲一个更可怕的 这些发射上去的数字 它代表的就是说 我射上去而且在轨道上 可是在轨道上的不见得可以运作 有些可能挂掉 有些可能被陨石打到 有些可能年限到了 有些可能没有电或偏离轨道 可能它就没有作用了 那没有作用 其实也没有人去把它回收嘛 所以它在外面飘啊飘啊飘 可是这个不管怎么样 我们刚才讲的数字 都是发射上去 在轨道上的卫星的存在 大概两千多颗 可是呢从2018年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叫Starlink 我想应该听到没有讲 多少有听过 叫星链 那这家公司呢 他们开始在2018年的时候 开始对外发射 就是对外太空 发射所谓的低轨卫星 那这低轨卫星 就是刚才所说的 高轨道中轨道低轨道的 这个低轨道成为低轨的卫星 那Starlink开始发射低轨卫星之后 它一台火箭上去 在外太空发射的这些 当每一节每一节脱离之后 留在上面的这些人造卫星 一台火箭上去 就可以有60颗的低轨卫星 在我们地球外面的轨道 所以就在这低轨的这个范围里面 开始运作 一颗火箭上去 60颗 好 这个还不够夸张 Starlink预计每年 它要发射2000颗 我们刚才不是讲说 从那个2011年到2018年 它也才从1000颗增长到2000颗 Starlink它一年 它就要发射2000颗 哇哦 但是你说它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发射 2019 2020 到现在2024 它光是在2025的时候 它们公司自己预估 它们要在2025年的时候 发射达到1.2万颗 我们会不会一抬起头来就看到 我们看到可能不是星星 都是卫星 而且他们在10年的预估里面 它们总共的发射量要达到3万颗 等一下 3万颗 3万颗 1千到2千 2千到3万 那是不用钱吗 而且我跟你讲 再不够夸张的是 这只是Starlink发射的卫星 还有其他公司的 还有各国家 他们想要自己发射的 像台湾自己有发射低轨卫星 它是做气象的 所以其实在低轨卫星上 可以运作的事情很多 可是你说 一口气还发射这么多颗卫星 到底 你刚才自评问说 是不是不用钱 我跟你讲 Starlink老板是谁 你应该有听说吧 我知道 全球的很有钱的那一位 所以钱对他来讲 真的不是重点 我都是关注他的飞闻 我也 关注他的汽车 什么射火箭失败之类的 但是重点 是他在2018年 开始发射这些低轨卫星之后 他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服务 在北美 换句话说 他所发射的这些卫星 已经开始为他赚钱了 距离到现在2024年的现阶段 在北美地区已经有100多万个用户 已经在使用他的低轨卫星了 那发射这些呢 其实如果啦 按照以往很多人的经验 或者是想法是说 喂发射卫星很贵的 而且你看人家发射卫星的时候 都还要在那边 五四 然后很慎重 大家围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开始看 他是不是成功 甚至发射出去 很多人相拥而泣 然后觉得哇 好感动 终于上去了 结果他们是 一直发射上去 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低轨卫星 他因为距离地球的轨道 应该说距离地球的表面比较近 在大气外的这个距离 大概500公里左右以上 到20000公里以下 都可以成为低轨卫星 那在这个距离里面的 这些低轨卫星 他不管是他的设备 他的发射成本 因为他不用再飞那么高 或者是他的制造的成本 违运的成本等等的 他都比较便宜 但相对便宜来讲 当然你说要把这些东西 撕到上面去 其实你说这些卫星 他的耐用度 他的零件的通讯等等的 其实他也要到一定的规模 所以说目前的技术来讲 已经可以做到低轨卫星 大概一颗卫星 哈巴当不到10公斤 然后大概30公分到60公分左右 其实也不大 所以按照现在的这些数量 跟他的尺寸来讲 已经可以让很多公司 进行大量的一些生产 然后甚至是达到商用的这个阶段 其实台湾有很多厂商 是在这些供应链里面 所以其实他的技术门槛 已经相较这些比较大型 你说外太空那什么太空站 或者是一些什么 像以前那种非常非常大 我们还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两颗 有两片很大太阳能的那种卫星 你知道太阳能上面有应该卫星上面 它两片太阳能本来是要做什么的吗 吸收那个太阳光给它电影 不对 它是它要超车的时候 它要闪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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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冷 不是这样 不是 问你是要这么多卫星干什么 就是 你到时候你整个天空抬起头来看 怎么都是卫星 所以其实现在有人在抗议你知道吗 就是天文迷他有在抗议说 我晚上要关心 或者是我要就是包含了一些机关单位 他们要量测外太空星象的时候 机械都会被干扰到 好那这些状况 为什么要发射这么多的低轨卫星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按照现在卫星的运作原理 当然你如果让它飞的越高 就好像我们在站在越高的山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风景 我们可以看到视野是更广的 所以相对于卫星来说的话 其实它在越高的高度 它可以散射的一些讯号的距离 跟广度也会比较广 可是相对低轨卫星 因为它距离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它发射的这些距离来讲的话 它散射的这个 不管是它的讯号也好 或它接受来讲的话 都没有办法到那么远 所以它就要大量的去散发 来弥补这些讯号上的一些空洞 那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是马斯克的这个斯大林克 它所发射或其他公司 所发射的这些卫星来说的话 它们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在做 所谓的卫星通讯这件事情 那其实如果 这边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更早更早之前 其实卫星打电话 其实也不是很 常常看在 就是说它并不是很新奇 或者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 我记得921的时候 那时候通讯都断掉 我们到南投去采访的时候 有人有某一家广播公司 他们真的是带这个卫星电话 第一个通话品质不好 然后种的跟什么一样 拿起来好像砖头可以砸死人 就以前那种人家拿那个大疙瘩 水壶的那一种 但它又更大 所以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些技术难度 或是接受来说的话 因为当时所利用的这些通讯的卫星 它的距离上可能没有办法 像低纬卫星那么近 所以按照这些收发来讲 不管是delay 或是讯号的延迟等等的 其实它都会比较明显 而低纬卫星在座于通讯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弥补 而现在要达到这些的一些状况 除了要发射大量基地台 应该发射这些大量低纬卫星 来弥补讯号之外 在通讯上最重要的 就像我们现在地面 我们现在如果要收到电信的讯号 就要依赖到我们家附近 必须要有基地台 包含这次倒塌的那个大陆 其实它最顶端 它也是有很多的电信基地台在那边 所以其实如果按照当地的搜寻来说 你的基地台越绵密 或者是你的基地台部署上 距离上取得好的话 其实会对当地的通讯是很有改善的 可是其实设计基地台 有的住户会抗议 有人不喜欢 或是我放在这边可能会被抗议 会被撤掉等等的 对于一些电信业者来说 他们要部署这些讯号 其实也都要考量到基地台的一些范围 更不用说我在山区 你想要在什么鬼地方都搜得到 其实未必搜得到 因为有些地方你根本连线都拉不上去 连电源都没有 或者是把啦把啦有很多的限制因素 在台湾你可以想象出 我们在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可以部署在某些地方 甚至运山上都有讯号 可是有些国家它不见得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不要把它想到其他国家去 我们在想说我们在坐游轮在海上 就未必搜得到 更不用说你在飞机上 其实你也没有要上网 所以其实在近期 因为这些科技的兴起之后 其实现在有些飞机上 它已经所谓开始搭载 所谓的卫星通讯这件事情 让飞机上的这些乘客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付费来搜卫星联网的这项功能 包含在现在的邮轮上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船家 渔货啦货轮啦等等 他们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 那成本也都会相较以往来的低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些低轨卫星做通讯 它就像是在地球的大气外面一些的距离 放上了所谓的天空的基地台 而当这些基地台在地球的外围的时候 它就不受到居民的抗议 我想嫦娥应该不会抗议这件事情 外星人会啊 所以其实你看这些讯号它在外太空之后 它所受到的阻碍 甚至包含所谓的这个讯号的干扰 其实都会来得比较低一点 对那以目前来说低轨卫星在用在通讯 或者是给大家进行上网来说的话 它的下载速度可以到达所谓的最高 目前最高 从100到500Mbps都有 这是什么概念 其实我们现在手机上的4G 大概一般的使用者能够收到 如果讯号状况好的话 大概是100到120左右 所以你看在卫星上 它的低轨卫星 它的通讯的下载速度最高 甚至可以到500多 500多是比现在的5G通讯速度还快 所以你看在这么远的距离里面 有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讯号来说 其实就可以弥补刚刚所说 不管在海上沙漠里 天上搭乘飞机的时候 或者是把它拔各种不同的应用 更何况是在有些山区 不容易建设基地台的状况 就可以透过低轨卫星来弥补 所谓的通讯或者是联网讯号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刚刚的速度来说 这个已经可以让现在很多的家庭获得 就是它可能因为偏乡 没有这些基础建设 那这可能就可能在比较大的国家 你们就会发生 像美国其实他就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美国总统其实他也在2023年 就是去年6月的时候 他提拨了420亿的美元 希望在这部分来进行跟业者做相关的合作 来弥补所谓的一些基础建设 在一些偏乡的部分 让每个美国家庭都可以具备所谓的高速上网 要透过的媒介就是低轨卫星 了解 各位听众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点20分24秒 今天我们为您来邀请到的这个受访者 是3C部落客林小旭 小旭哥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低轨卫星 我们先进一段台湖 台湖之后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7点21分07秒 我们今天邀请到3C部落客林小旭 在节目中为大家来介绍低轨卫星 为什么要谈低轨卫星 因为因为这一次花莲的这个地震里面 其实有用到低轨卫星来救灾 那好 接下来我再来请教小旭哥 那这一次花莲的救灾里面 我们用到低轨卫星的通讯功能来救灾 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说 就在花莲所使用这个低轨卫星 投入救灾这件事情 是因为在这个山区里面 因为当时我相信大家从新闻上应该都看到很多的画面 那个落石不断 然后摧毁了很多基础建设 其实包含当地很多的基地台 也因为这些干扰 或者是这些严重的这些土石摊坊造成的基地台 其实原本所在位置都已经受到严重伤害 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山区里面达到所谓的救援 彼此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也许有人说 我可以用无线电 但是你无线电还是要均过一些 现场的一些 不管设备的架设也好 还有中继等等 其实它也是一个问题所在 更不用说在看到新闻画面 很多地方你连走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把车子开进去 所以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说 没讯号就请电信的行动车开进去就好了 我说你想的太简单了 你看到那个画面里连人走都是一个问题的 路都不通了怎么走 对 这个时候其实在花莲的救灾里面 因为刚刚我们有所提到 因为这一次的低轨卫星所引进的这些服务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把天空的这些低轨卫星当作是一个基地台 让它当作一个之间的媒介之后 可以让我们所谓的救灾人员 或工作人员或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些通讯联系 甚至是把当地的状况 透过这个影片记录 或者是这些影像的传输等等 让这些的内容可以从里面 快速的传到外面的这个指挥站 甚至是传到所谓的灾情中心 让他们了解这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不用再说人进去拍完之后 还要再冒险再出来 这其实对于救灾上面都会有很明显的帮助 其实低轨卫星之前 之所以会在这段时间受到大家的瞩目 但如果大家有关注国际业体的话 俄乌战争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马斯克就把他们天空的低轨卫星 调到乌克兰的上空去协助他们 因为他们当时因为战争的关系 有很多的通讯设备是被破坏的 所以当时其实也就因为战争这件事情 让大家注意到低轨卫星这件事 所以其实在天降这个地区 就花莲所使用的低轨卫星 也是速发布在因为战争之后 所关注到说原来低轨卫星 除了以前所谓的监控 或者是卫星电话联系之外 其实现在的上网速度表现也不错 讯号传输跟遮蔽干扰 跟基础地面的建设来说 也都比以前来的相对简单 所以其实速发布他就在这个 应该说在灾情之前 他就已经折成这个速发布底下所属的 这所谓的法人电信技术中心 也就是TTC 他们购买的这些相关的设备 来这个台湾进行相关的一些验证 来看可不可以 因为我讲白一点 当初是站在战争的立场上来进行测试的 因为大家也不希望说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台湾的什么电缆被破坏 台湾的基地台被破坏之后 我们的通讯就全部都没有了 那这些状况的话 基本上就需要一些备原 所以低轨卫星会因为乌克兰 那个时候的一些状况 所以把他导入 然后速发布来进行相关的验证 那这一次的灾情 大家也不希望出动它 那这个时候 其实行政院内政部 他们那边也是知道 速发布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 所以就把它调用到花莲的地灾 地震灾害这边来进行救灾 那空有卫星 讯号相关的一些设备连结等等的 就请刚刚所说的电信技术中心 跟中华电信 他们彼此相互合作 让讯号进行串接 然后在现场架设一些设备 来提供这个 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救灾使用 所以其实 为什么这次会有中华电信的角色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跟速发布有关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层的关系 那前两天其实 速发布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成果 表示其实在相关的应用上 确实在救灾上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所以其实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相信对于未来应用来说 不管是偏乡的地区 不管是我们未来要出去玩在海上 还是在飞机上 或是真的发生像这一次的状况 救灾也好 战争上的联系也好 其实滴轨微信 它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救灾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是成功的 那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 都可以使用低轨卫星的通讯了吗 都可以了吗 还没 因为我刚才前面有提到 对我前面有提到说 它现在引进的这些设备 它只有三台 来进行是相关的验证 所以验证完之后 可不可以用 其实目前还有一些限制存在 包含了法令 包含了现在要有营运商 营运才可以 包含中华电信 它都只拿到所谓的卫星的一些 相关的许可证 也就是在它只颁发了这个 就是束发物 颁发给它所谓的卫星频率的使用 核准 让它可以使用 可是呢 可不可以商用 这还要通过后续的一些 相关计划书的提交 还要相关单位的审核 还要NCC通过 还要巴拉巴拉 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更重要的是 中华电信合作的这个天空上 那个卫星的主人 在目前其实在亚洲地区的卫星讯号 也都还在部署 你说的主人是就是星链吗 不是 有不是 虽然星链发布了很多的低轨卫星 但是其实目前 其实除了星链之外 全世界还有一些低轨卫星的业者 其实目前 第一大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斯大林 就是星链这家公司 另外呢 英国有一家叫OneWeb 这家公司呢 其实它是目前第二大 大概全球 目前它有600多颗的低轨卫星 在天空上已经开始商转了 另外还有像Teleset 或者是亚马逊的这个 Keypro 其实他们都已经 在正式运行 只是目前来讲的话 星链是最大的 而台湾现在中华电信的部分 已经跟OneWeb 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台湾它也是独家的代理 所以目前我们 就是说前上周 我们所看到中华电信跟TTC 他们所合作的这个 所谓的低轨卫星 它使用的就是OneWeb 就是第二大的低轨卫星的厂商 所提供的一些讯号 刚才所说大家可不可以用 因为目前还有 刚才前面所提到一些限制 所以其实目前来讲 我们都还在等 但是目前中华电视预估说 OneWeb他们在亚洲的讯号 大概在今年就可以完全部署成功 就让台湾都可以涵盖到所有的讯号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这时程 大概目前业者有预估说 大概可能会在2025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机会用到 最后一个问题 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电信商会不会增加成本 然后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个应该说要看怎么用 但是如果站在使用者付费的立场 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所看到 这种种的一些设备 它目前所拥有的是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它有所谓的社会责任 它有它的包袱 目前来讲我们也只看到 中华电信目前已经谈完相关的 跟卫星商谈完相关的合约 远传跟台湾大哥大 目前其实还没有相关的讯息 所以其实你说未来成本 会不会加注在上面 在目前全球的状况来说 除了手机有直接支援 所谓的卫星电话之外 目前大部分低轨卫星 都是先跟在地的一些电信业者 合作之后 把它变成另外一个讯号来源 也就目前有所谓的关心 电缆 把它多一个叫做所谓的 低轨卫星当作备源 万一那些断掉的时候 它可以拿来用 了解 好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边为您邀请到 3C部落客林小旭 小旭哥来到节目中 告诉大家分享 低轨卫星 我们非常谢谢小旭哥的分享 其实小旭哥准备 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跟您说拜拜咯 嗯 嗯 不要被吊氣